同样机器把这个硅门打开一下 机器的这个右边这个电路板这边有一个插头 红色的线白色的这个头子 把两个插头插起来 插起来就可以了 插起来之后 机器 打到这个模式要换到排气 换到排气我们来开机 看一下这个机器它是怎么在工作的 开机 等一下 我们先把一边打开一点 方便好用自动模式来工作 现在打到排气了 换到自动 机器刚开始是快速的走过来 然后它会走一走停一停 走一走停一停 再来封口 重新来一次 再来放下去 再来封过 看它就分几次来把这个产品压紧了 它就给了足够的时间它去排气 所以它就不会爆磨 有人就会说了这个好慢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 下面这个银白色的传感器 来控制它 这个停顿的时间就是说这个传感器 它接触到信号的时候 它就会停下来 你是让它一开始就停 还是走到快要追紧的时候停 如果一开始就停的话 它肯定动作的次数就多 但是呢 你如果说这个过于把它推到后面的话 它有可能会把那个磨压包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节 尽可能的往前面推 只要在它那个包那个磨的边缘 如果说你推过头了 它会包磨 你就往后面轻轻的推一点点 推到它刚好在这个地方停的时候不包磨 这样的话效率就是最快的 同样的是 这一个是控制这一边 另外一个是控制另外那一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推近一点 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再来一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两次 它就封口去了 好 那一边我们没有调 我们再来试一下那一边 你看它停的很早 一 二 三 四 它动作四次 采取封口 所以说你要它提高速度的话 你就要调那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 看到没有 这个传感器 你要它快 你要回拉 你要它慢 你往前推 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 你这个产品 你要取出来的话 直接 通过手动 把它推出来 这样的话 再关机 一边 这边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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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